你看到這題目 解這個連例方式 那首先 第一個式子 我們等號兩邊同乘以2 3分之2 那麼可以得到 這是3x分之8 然後減掉 這是y分之x 然後這等於3分之2 這時候我們跟這第二式去解連例 那麼這是2x分之3 加上這是y分之x 然後這等於負的4分之11 這時候我們兩式相加 那麼得到 這相加的時候 y分之x這會消掉 所以呢這是3x分之8 然後加上這是2x分之3 這會等於這是3分之2 去加上負的4分之11 所以這是-4分之11 那這時候我們等號兩邊同乘以12 那麼得到3x分之8乘以12 那麼得到這是x分之32 加上2x分之3乘以12 那麼得到這是x分之18 好 那麼等於3分之3 那麼等於3分之2 那麼等於3分之12 這是8 然後減掉4分之11 乘以12 那麼這是33 好 所以呢這相加 這是x分之50 然後這是等於8減掉33 這是-25 因此呢我們算出 這x是等於-2 這一個答案 那麼我們算出x等於-2 我們這時候呢可以帶入這 第二個式子裡面 好 那麼我們帶入第二個式子 這x是-2 所以帶進來呢 2乘以-2 這是-4 所以這一項會是-4分之3 好 那麼加上 這是y分之2 所以這裡我們寫 這是減掉y分之2 好 那麼這會等於 這是-4分之11 所以我們把y分之2移向過來 這-4分之11移向過去 那麼得到 這y分之2是等於 這變成是4分之11 去減掉4分之3 所以呢 這會是4分之8 也就是2 因此呢 y分之2是等於2 那麼我們算出 y是等於1 這個答案 因此呢我們算出 x是等於-2 y是等於1 那麼我們要計算 x加y這值 那麼就是等於-2加1 所以答案是-1 再一個答案